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Murker Tribe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到男人的游乐场 拆车场来玩 我们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们要拆一个零件 首先我们找到这辆车 根据网上的信息 是我们找2003年的ML350 灯池的一款车 我们要拆哪一款哪一个零件呢 这个零件英文名字叫 Blend Dole Activator 它是负责空调的 那么就是管冷热出口 相当于一个一扇门 或者一扇门一样的这么一个功能 具体它的位置呢 这是一个大火 具体它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Dashboard的下面 具体在这个位置 那么要想正确的去拆到这个零件呢 我们正确的操作 是应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Dashboard 全部的remove 好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 大家还记得原先这个Dashboard的样子吗 那这就是它现在的样子 我们把这个Upper和LowerDashboard全部拆掉了 我们拆的这个目的呢 是这个小东西 Blend Dole Activator 那么我拆零件呢 有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呢 在拆的过程中尽量呢 不破坏零件 以方便需要的朋友来拆这个零件 或者拿走这个零件 尽可能的少破坏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安全气囊的旁边 那么有些人呢 会在这个部位 做一个破解 反正是破车了嘛 做一个破解 然后就可以接触到 这个Actuator 那Actuator这上面实际上是有三个 十字螺丝了 很容易就拆下来了 但在拆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就说 你要按住这个Lever 然后呢 拔出这个Actuator来 那你千万不要旋转那个Actuator 一个是容易转坏 另外一个会错位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 做这个工作的话 如果你干这个活的话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它具体的工作原理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无非就是一个Motor了 Motor带着这个Lever来 运动 对吧 然后呢 相当于 这个杆子 动 那么它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大家注意看啊 注意看 看到没有 这个 空调的这个门 风口 它是控制它 关上 还是开开 还是开多大 那如果它关上的话 那你就空调就没有封了 对不对 我们拆了一个半小时 就是为了能够接触到 这个东西 它是由日本的电装公司 Denso公司生产的 为Bench公司生产 Denso也是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巨头了 这个车内部状态其实蛮不错的 皮座磨损量非常小 给大家看一下 尤其难能可贵的呀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七座的版本 奔驰呢 在设计这款车的当初呢 给了一个option 那么 也可以是五座的 也可以是七座的 可以通过这两个位置 加上这个座位 可以看到这个座位 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 那么就静静的等待着 在停车场里面等待着被拆掉 或者毁掉的命运 很可惜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